那批军火的具体位置 来从雪最清楚 那你知道多少 谁告诉你我知道 我不知道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两个人在仓库里 待了很长时间 他一定跟你说了些什么 妹妹 你长得是真漂亮 但是你的脑子是真够笨的 你想想可猛吗 那批宝贝是来从雪的命 什么叫不见兔子不撒婴 你问问他 他肯定指着那些东西保命 保命 他的命保不了 可是我告诉你 你跟他不一样 你可以选择 你要知道 这批军火迟早是我们黄军的 要是你能帮我们黄军 早日找到军火 你的功劳很大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费尽巴掌地审我干什么呀 你们黄军这么有能耐的话 不会一点线索都没有了 没有线索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你的兵无能 第二 身为少佐的你 指挥笨 我指挥施力 小舟 怎么着 改上针头了 给你玩个新花药 丑牙们 有什么招你进的屎 没招了 哥哥我教你一招 既然敲不开白存雪的嘴 那么你不妨 让我跟她见你们呀 兴许我能帮你 从他那儿套点情报了 你把我们当傻子了 你就是想借机接近白存雪 邵左呀 除了我这个建议 你还有更好的建议 你以为你见了白松雪 他会跟你说实话吗 怎么不会啊 我都这样 打得皮开肉战呢 他能不相信吗 那倒也是 干什么 既然是苦肉计 就得演得更像点 带他去见白松雪 董雪 董雪 是吗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突围了吗 你 你是不是投降了 你是来诈情报的吗 不是 我还是原来的我 我们明明街头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有可能是我这边说了问题 也有可能是你那边说了问题 总之 情况很负责 你到底想来干什么 是想知道军火的情报吗 聪学 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 聪学 我想你了 志队长 如果这次救不出拜聪学 怎么办 先保存自己的力量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让鬼子诚心服务 我去接你 不行 那让你太危险了 初队长 鬼子的言行靠打 咱们都知道 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 所以我想尽快见白宋学 让我想想 这是没有办法当中最好的办法 问题是 你禁得了窩库 可怎么能出来呢 那可不是你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的地方 我相信 只要我见了白宋学 他们一定会放我出来 你这么肯定 放长线调达 这是队伍的影关机 这个计策导演说得过去 可你就要经受巨大的考验了 你放心吧 初队长 我没问题 只要是抗日打赢 我什么苦都能吃 好小子 我也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命运 又让咱们见面了 是啊 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 聪雪 你还记得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吗 藏海藏天 我们分开了那么久 彼此 早就不是从前的那个人 聪雪 我们在一块时间不多了 我是个什么人 你很清楚 我不想见你 你走吧 我不走 我只要跟你搭在一块儿 不想跟你分开 我真的不想见你 你走吧 怎么回事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说多 他们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我也不知道他们再说一声 你 混蛋 放开我 你走吧 走去 办公 让你来见面 不是让你来谈情说爱 押下去 走 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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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